选中运跆拳道比赛7月2号在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 由于是在室内进行赛事 现场徐中贵特别前往了解相关设施及防疫配合措施 希望提供选手完善的场地及服务 同时也提醒在场内观赛的家长民众也要戴口罩 让选手们可以安心比赛获得家机 选中运跆拳道项目的比赛分为品势跟对打 2号开始来自全国各地优秀选手 7月复赛之后再次来到花莲中正体育馆 共同参与跆拳道的各项赛事 全中运延至7月份举办 适逢台风多雨的季节 不仅要挑战最热的天气 还得要防疫防雨多重考验 从场地、接驳、住宿、补给、救护等细心规划 比赛场馆、遍及全县各乡镇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选手能够好好发挥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